放开那个片子 让我来吧 人在刚谈恋爱的时候都会撒谎 很难以真面目示人 总有一天情侣会看着对方说 狗子你变了 刚交往的时候 小智喜欢牵小美的手 小美假装喜欢 其实她认为手是最脏的 打心底讨厌接触别人的手 小美之前送过小智椰子 小智也假装喜欢 于是到现在 她还要假装喜欢啃着硬东西 人到底要做真实的自己 还是做那个别人喜欢的自己 这集我们好好讨论下这个难题 迷路小弟又找到新任领导 也不知就两头鹿 有什么好领导的 但新任领导激情澎湃 在高高的山岗上面驯化 小弟弱弱问一句 是不是要去逼个雨 领导表示 我们不能再躲避 天高云作盖 善高我为风 闪电是我的光芒 雷霆是我主人怒吼 和闪电插尖压过 等于和死神亲个嘴 大家身上骑满了鸡皮疙瘩 这令人心跳加速的迷人体验 让小智和小美大呼过瘾 闪电的高温让沙堆里竖起一面结晶 小黑黑第一次清楚看到自己的样子 前面肚子吐 后面屁股翘 感觉还不错 直到壮壮站了过来 小黑黑突然意识到 人和人的差距这么大 自卑感油然而生 两位鹿小弟愣在原地 通常领导都能撑几天的 想不到这个死在就职演讲上 那要不你当领导 拉倒吧 当领导基本等于背叛了自信 两头鹿打算去问问 以前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懂生存 现在有了食物 火堆舒适的洞穴 却时常感到无趣 刚才冰死的体验 让他们找到心跳的感觉 整个生活都亮眼起来 小智这水手乱扔的习惯 打断了小美的性质 可他又不敢说出真实的想法 忍忍吧 让小智给自己做个主体按摩 可小智看来脚底板是很脏的 踩过虫走过翔 他说咱们还是出去找点刺激吧 几十米的瀑布 看着就容易扑该的高度 还没跳就想要起鸡皮疙瘩 小智牵起小美的手 再次破坏美感 小美很不情愿地 跟他一起压了个水花 差点淹死在水底 但他们并没有起鸡皮疙瘩 看来还不够刺激 两人又去尝试了跳牙 小美顺利过去 小智却一个犹豫不敢放手 等他放手的时候 速度不足 勉强搭在牙边 小智伸手求救 小美却仿佛看到手在说 嗨 我是擦屁股的手手 快拉我 于是小美选择用脚 小智却又看见脚在说 无数采降无数的脚叫 快拉我 万般不敢 保命要紧 他拉着脚爬了上去 该死 又没有鸡皮疙瘩 紫色的壮壮正在营地里撂妹 你壮你有理 你帅你幽默 小黑黑终于明白 自己常年单身的原因 他回到洞穴 决定改造肉体 用木棍和石块 做了最早的健身器材 每天抬一杠 还你一个强壮大黑黑 可抬了一次后 小黑黑发现 单身那都不是事 要什么女朋友 好好活着不好吗 鸡贼的冷妹表示 你不用真的变壮 只要别人觉得你壮就够了 他先去海底捞了一块海带 让小黑黑脱掉外套 露出迷人的杜楠 冷妹一个水蛇残腰 用海带裹住五花肉 再穿上衣服试试 杜楠不见了 冷妹再来一个手撕绣袍 用黑黑在小黑黑的手臂上 勾勒轮廓 所谓雕塑 可谓光于影的艺术 人眼是很好骗的 运用好黑白线条的搭配 可以让平平无奇的小黑黑 分满起来 再加上户外合适的光线 足够骗过大多人的眼睛 小黑黑走出阴暗 一个倒三角的肌肉满男 熠熠发光 是时候让部落重新定义 我小黑黑了 他强由他强 大黑正面刚 他走过壮壮和女人 壮壮沉默 女人倾心 女人邀请小黑黑 今夜来庸俗一番 小黑黑勉强答应了 小泽和小美搭上半条命 也没找到疙瘩 回到部落打算放弃 两人互相依偎 坐在小黑黑的杠铃上 屁股一滑冲向了洞穴 巨大的冲击 让三点的石头落下 死死地堵住洞口 部落最壮的壮壮 想要钻进去 帮他们推出石块 奈何肥瘦的 贡阿头肌和背库肌不允许 从外面又使不上力 只能另寻他法 小两口做好了 困死在这里的准备 他们一直想要 跳出舒适拳 找点刺激 现在就很不舒适 但没有刺激 只剩绝望 小美掏出一块叶子 安慰小智 小智哭笑不得 牵起小美的手 小美一脸嫌弃 人只将死 其言也真 他们不想这样 言不由衷的狗蛋 他俩望望胳膊 胀大了嘴 鸡皮疙瘩又来了 原来坦诚一带这么刺激 两人开始数入对方身上 招自己讨厌的地方 面红瓦刺 身体燥热 越说越刺激 两位迷路小弟 正在森林里求教 你们是怎么选领导的 脸羊表示 他们都是头对头 全力冲撞 赢的那一个做领导 简单粗暴 就是选出来的领导 脑子不太好 猴子表示 他们的选拔很科学 惊喜爸爸互相投降 投降到最后 也不投降的那个做领导 这样选出来的领导 又臭又硬 很适合发号施令 两位陆小弟 甚至做领导不养生 没想到选个领导 也这么辣眼 灰熊站出来表示 何必纠结 建议你们俩打一架 谁赢谁领导 你们不打我就打死你们 等你们灭族 就不用选领导了 两位陆小弟 很不情愿的决斗 巴不得自己意外输掉 谁想当那个领导 是嫌命太长 还是嫌命太硬 一个从外地赶来的迷路 看不下去了 他并不懂得 其中貌逆 大喊一声 放开那个领导 让我来坐 我来自骄傲的战斗平原 不服可以来和我打一架 洞外的人们苦思对策 这样的分析 只有身材纤细的人 才能进去 壮壮表示 现在需要一个肩膀仔腿细的家伙 这样的身材 万中无异 谁敢应战 小黑黑一听 原来我的身材也很特别 也能解救劳苦大众 他勇敢地脱下外套和海带 身上的光环立马消失 松软的杜男从未如此骄傲 我就是我 使身材不一样的完美 小黑黑满脸自豪钻进去 却看见欲行不轨的小两口 做英雄也逃不掉单身狗的暴击 小子和小美忙里偷闲 过来一起推石头 里应外合 石头终于滚开 滚下了命运之地 悬崖下新冠商人 春风得意 全然不知 死神来收录了 小黑黑和壮壮比较之后感到自卑 因为仍有追求优越性 敬而利于繁衍的本能 如果无法达成优越 就会产生自卑 应对自卑的方向通常有两个 一是通过努力等健全的手段 去改变自我 小黑黑试过 但努力太难了 于是他选择了另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表现得好像自己很优秀 曾经在虚假的优越感中 常规手段就是吹牛 说大话 打肿脸 冲胖子 为什么说这些人的本质是自卑的 因为他们担心不这么做 只是靠现在的自己 就无法得到周围的认可 小黑黑最终如何从自卑中走出来 这一点很耐人寻味 他还是之前四肢瘦弱的大肚男 但当他不再和壮壮比壮 而是在身体的通过性上发现优势 自卑感也就消失 由此可见 自卑感并不是客观的存在 而是我们主观的解释 主观的一个好处就是 他的优劣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 长得高的人看上去挺拔 但长得矮的人其实更有亲和力 长得瘦的人穿衣好看 可胖子不仅有亲和力 还自带喜剧效果 不信你看徐真 沈腾 雷佳英 这些喜感爆棚的演员 他们还是瘦瘦的小鲜肉时候没有火 当演技和体脂率齐飞的时候 终于大气晚成 人的特质优劣 说到底还是看我们主观的解释 对于那些暂时无法改变的特质 只要我的角度够雕 就永远不用感到自卑 我们继续看小智和小美的问题 刚谈恋爱的人很喜欢隐藏不满 不想暴露自己的缺点 也不敢拒绝对方的期待 这样的关系是充满紧张和害怕的 所以我们常常因为害怕 才给予和接受 而不是出于纯粹的爱 究竟是要做真实的自己 还是做对方喜欢的自己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变得一目了然 我们只有无拘无束地做自己 不被害怕这样的情绪裹挟 才能体会到纯粹的爱 活在别人的期待和评价体系里 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自卑之路 因为把优劣的判断交给别人 你总有一文不值的时候 就算你是颗分满多汁的水蜜桃 可世界上还是有不喜欢水蜜桃的人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